贪粮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 你可能想象不到 几千年前的古人也会在夏天喝冰饮料 吃冰镇水果消夏 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秘密了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就陈列着了一个来自战国的古法冰箱 古人们将冰与食物美酒放置在冰箭之中 以供王侯贵族使用 冰箱是有了 冰是哪来的呢 当然是从冬天保存下来的呀 王侯贵族的仆人们在冬天取和冰或者自己制冰 存放到地下冰窖之中 密封的环境可以隔绝绝大多数光和热 即使到了盛夏 前年三九留下的冰块依旧可以带来一丝清凉 我国古代科技水平不行 古人们的创造力却是十分惊人的 在还没有搞清楚吸热反应 放热反应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中国人已经开始利用消食制冰了 可若是说咱们的老祖宗还琢磨出了热水制冰 这种看似荒唐的制冰之法 你敢相信吗 如果热水制冰这种奇巧技艺 记录在某本山野杂志之中 大家恐怕会当个笑话 听听就算了 可他却实实在在的出现在了西汉淮阳王 与其门客编写的淮南万臂数之中 这就让热水制冰的可信度大幅度上涨 毕竟古代的王侯咱们懂的都懂 也算得上是有钱有势的典范了 钻研出这种奇巧技艺 也不算太出格 淮南万臂数中写到 大概意思就是将滚开的废水放置到某个瓶子里 然后在瓶口处封上新汤 也可以理解成是某种质地紧密的崭新布料 从而达到密封效果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 就将密封好的瓶子沉入深井之中 三天之后就可以得到一瓶子冰了 有网友表示这种做法简直是对常识的毁灭性打击 毕竟在大多数人印象里 井水虽然清凉干裂 却也没有达到能够让滴水成冰的地步 如果这种方法确实可行的话 又涉及了怎样的科学原理呢 不服输的现代物理学家们 踏上了考试用现代物理学知识 解释古人热水制冰的艰难征程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洪振环先生 通过大量实验发现 气压降低可以使水的冰点向上提升 所以洪振环先生认为 热水制冰很可能是因为瓶子投入井水之后 常温液体迅速冷却 导致液面气压大幅度下降 从而使瓶内水的冰点大幅度上升 部分深井水的温度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低得多 最低甚至可以达到3-4摄氏度 如此看来 气压论似乎并不是痴人说梦 但是这种说法 存在着一个致命性错误 气压的上升或下降 确实会对水的冰点造成影响 但影响不大 每降低一个大气压 水的冰点就会上升0.008摄氏度 天然井水 很难在在自然条件下达到致冰条件 我国另一位物理学教授李志超 试图用绝热膨胀理论 来解释这一物理现象 也就是焦尔汤姆孙效应 同俗来说 就是存放在汗中的水 继续受热沸腾产生水蒸气 而这些水蒸气通过密封的织物时 会发生压力突变 从而导致温度发生变化 现在我们的空调和液化器 大概都采用了这个原理 李志超教授带着自己的研究生 展开了实验 可惜的是 实验效果并不理想 后来又经过了几次优化 他们才得到了少量的冰晶 瓶中液体必须经受连续加热 直到瓶底的水挤进蒸发完毕之时 瓶内充满了水蒸气 马上用质地紧密的丝织物将瓶口封住 并在第一时间将之沉入深井 巨大的温差会导致瓶内气温气压骤降 水气凝结 气压逼近真空状态 等到瓶子内外温度基本一致之时 再缓慢放弃 如此可以得到少量冰晶 从这几位科学家的实验中 我们可以看到热水制冰确实可行 这种看似荒唐的传统工业 很可能确实存在过 但是想要制造出完美的冰晶 必须保证所有流程万物一失 确实也是一种挑战 这时所有环节都圆满完成 所得到的那点冰茶 也并不能产生什么消暑的效果 为什么古代人能够做到热水制冰 而拥有更多先进仪器的现代人 却无法复刻 难道真的像人们开玩笑所说 实验室里千方百计 都无法达成的实验条件 在自然条件下 轻而易举的就完成了 这种说法 我们或许只有找到一个 对上演员的水问 再找一口符合要求的深井 才能验证 不过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 刨去一切干扰项和玄学因素 最直接的一个可能 就是淮南万壁书中 对于热水制冰的记载并不完全 缺少了某些关键性要素 这种说法 其实有一定社会背景依据 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这样的俗语 其实并非空穴来风 为了保障自己的生计 很多手艺人在传授记法时 会刻意省略掉一些关键性部分 淮阳王作为一番土地的领主 自然不可能亲自去研发 夏季制兵之法 制兵一人 只需要将其中奥妙 说一半藏一半 既不会被淮阳王怪罪 又能保住自己的铁饭碗 也确实说得通 如果热水制兵 只能达到这点效果 那还不如修建兵教来得经济实惠 其实修建兵教也好 热水制兵也罢 其实都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夏季用冰块消暑降温 是王侯贵族的消遣 普通老百姓枕着陶瓷枕头 怀抱着竹夫人就熬过闷热的夏夜 睡觉前将瓜果梨桃 投入水之中 第二天再将之取出 也可以稍微缓解一下夏日的苦楚 直到唐朝 消食制兵的技术 逐渐走向成熟 低廉的制兵成本 使冰块逐渐走下神坛 冰点 冰苏 从王侯将相府中 下沉到街坊市场的九四之中 当时的老百姓 虽然仍旧做不到如同现在一样 随手买一瓶冰饮 但是偶尔尝尝鲜 也是说不出的轻巧快意 每当这个时候 就不得不感叹科技改变生活 正是因为冰箱的存在 我们才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 在夏日享受到冰淇淋或者冰饮 这可比古人的生活惬意许多 每天还科普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